馬英九你的綠卡到今天還有效的話 我告訴你這個問題大了 為什麼你今天來繼續擁有美國有效的綠卡 這是你對國家忠誠的問題 來 我們不得不懷疑 為什麼中美之間的談判 就是台灣跟美國之間的談判 一個牛肉的問題 為什麼馬英九你會讓步 你的小辮子抓在美國的手裡 於取於求我什麼時候讓他爆破 你馬英九你等著看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最近在軍購的問題上面 你要F16這個CD人家不跟你談 我告訴你 你談什麼 你不要再給我出洋相 你不要讓我對中共不好交代 我告訴你 你少提出這個要求 為什麼 你有小辮子在我手裡 所以這是一個新的議題 這是一個新的戰火 千萬不要小看 你不會主打什麼 不是我們在主打 現在顯然是綠軍在主打 你看今天用頭版頭條 今天用頭版頭條在打這個議題 各位看 這是一個新的戰火 這絕對不是公式的推進 立宏你講之前我先補一下 2008年的時候不只打那個綠卡 還打美國護照 他最後有請了幾個美國國會議員來 本來要在最後那一天 要那個國會議員上去講 那是誰請的 綠營的 請了幾個美國國會議員 要來宣布說 我這邊用馬英子的護照 但是後來因為那個 前面的那個 在台協會 那個民進黨講考驗的那個 Douglas 他不是站出來講話 說那個綠卡的問題 他有站出來 後來然後還有什麼事情 後來那個國會議員沒有上台 其實那個時候打的是 這莊子是 就是說連美國護照都有 所以那個東西是 整個一套戰略的連續 有 那照郑聖雄這麼講 那個民進黨他輕鬆賣台 那現在是又輕美賣台了 小辯子被美國人抓住 這個還得了 這個馬英九不只不能選 還要罷免 趕快去把他查 送到國際法庭去 這個趕快去把他查清楚 我不相信 以送處的能耐 還有參與的能耐 連馬英九的綠卡有沒有效 都查不出來 楊樹立憲都講成這個樣子了 趕快去查 查出來就不要選了 是不是 我跟你講 其實我跟馬英九認識 他也沒有跟我說要請我吃飯 或者請安什麼 我跟郝國聖的感覺一樣 他跟我是非常的能耐 但是我不覺得他看不起我 他這個人就是這樣子 那我是覺得 如果站在馬英九的立場 選總統跟宋淑一樣 都有贏的機會 也有敗的機會 了不起就落選而已 哪有落選 落選一樣 總統領域條例一樣適用 少幹四年而已 何必幹到現在這樣子 那延大也大啦 被人家看了就 小馬變老馬 醉到臭老公 閃閃閃閃 四五一三的國會給你 七百多萬票給你 也不會從中那邊 照顧一下自己人 什麼都不會 全力給你 全盟給你 也不會用全盟來利用 你幹那個總統幹什麼 那那了不起落選而已嘛 我是覺得沒有什麼 所以我不覺得說 不要小看什麼立場 我覺得立卡聊到 現在還有效的話 在野黨失職 大家都沒有查出來 來 問這個 沒有 剛剛提到牛肉 其實牛肉這一波解密也有 登在雜誌上 但是怪的是誰呢 怪的是台聯的立委賴信源 所以他這個握助力 他是9月5號上網 開始揭秘 你就會連結到說 原來AIT打的報告裡面 亂七八糟 就是說烏煙瘴氣的人 事一大堆通通都露出來了 所以包括像王金平也罷了 朱立倫也罷了 這邊是賴信源 乃志儀 這個張榮花 對不對 全部都掃進去了 所以這一波的揭秘 跟上一次的總統大選說綠卡 不一樣的情境 這一波的漁波更大 波及面更大 你說張榮花以後要怎麼解釋 國民黨中央黨部賣給你27億 有沒有配套 巴德路現在馬英九的總部那棟大樓 對不對 當時張榮花買國民黨中央黨部的時候 葉宜金還說 我們大家一人捐錢 然後叫阿扁給他假扣押 不准交易 好啦 結果張榮花出面 阿扁也乖啦 就讓他成交 結果成交之後 遲遲沒有辦妥最後手續 原來還配了中央日報的那棟大樓 所以很多事情現在就慢慢 一波一波浮上來了 這一波維持解密 其實有很多大的事件之外 國民黨現在 我覺得比較麻煩的是 他們自己內部的問題 就是這一波的維持解密 有國家的大事 還有自己黨內的事情 好怕 小馬跟大佬之間 跟大佬之間 而且我真的幫朱立倫 真的捏把他冷汗 就算他自己一再的否認 好像很生氣說 我覺得沒有這樣子講 但是我覺得政治上面 你只要曾經有過這個事件 你以後能不能夠獲得 有權者的信賴 我覺得對朱立倫來說 是個大危機 不是 像那個危機解密 你要知道他很多國家 他通通都把他揭秘 揭出來了 這些都是原之原味的 坦白說 朱立倫他講的 這些話 像楊書立 因為那個時候AIT他有兩組人馬 一個是楊書立 他是負責處理國民黨問題 還有一個葛天豪 是處理民進黨問題 今天我們看到的都是國民黨 民進黨怎麼講 民進黨內部的資料 我相信也一定有 就葛天豪 所以你說還會有 還會有 但是你要知道 跟AIT接觸過的人 他們除了做筆記 事實上是有錄音的 事實上 然後他會事先告訴你 我要錄音 不會吧 會提醒你嗎 會 他會提醒你 他會提醒你 那講話怎麼還要 不然的話 就是說我們都有錄音 我們在浮華飯店跟他們談 幾乎全程錄音 所以你會不會在我們節目 錄影的時候也錄音 不會啦 然後呢 然後對於政治人物 雖然沒有錄音 可是他會把那個記錄寫好 那給你看一下 會現場看嗎 對 那你是不是這樣子講 各位去看那個什麼 解密的東西 楊希昆怎麼是罵宋美玲 就跟那個美國駐臺大使 那個我們的外交部長 好 楊希昆跟周舒凱 怎麼罵那個宋美玲 最近也要陸陸續續公布 我覺得有華標講得那麼神秘 其實他們沒有說 寫了報告還給你看 我不相信那個 因為我跟美國大使館 也很有來往 就是說因為我那時候回來 就是說因為 那個時候回來的人不多 其實跟他們很有來往 這些東西 今天是這個 國民黨的 阿扁那邊也一箱筐 坦白講 所以大家大哥不要笑二哥 那你說王金平那件事情 今天大家都沒碰 王金平在那個時候 就是這個樣子啊 不是嗎 2008年 對 大家要等他這個 馬英九等他回音 要做馬王沛 他說什麼叫馬王沛 他說他是要選總統的 因為那個時候 記不記得那個叫特徵組的 那個姓陳的 他剛剛當選 然後陳水扁叫他立刻上任 所以把前面那個先拿下來 立刻上任 上任完了 然後那個人就帶了一堆人 到王金平家去喝春酒 記不記得 然後就說馬英九會被起訴 後來就說馬英九被起訴 起訴就選不成總統 所以他是要選總統 那時候報紙很多嘛 翻出來看啊 沒有什麼了不起的事 對啊 沒什麼了不起的事啊 非IT的這個副長 然後跟國內報告一些什麼事 第一個 那這些報告的 通的都是真的嗎 對 第一個 我是自己直接跟他講的 還是聽他的朋友講的 還是像張爾華知道的 問張爾華 張爾華跟他講的 說什麼連戰又講什麼 這個能信嗎 這當然不能信嘛 第二手傳播怎麼能信 所以沒有什麼了不起的事 台灣這麼小 沒有那麼多大的秘密 只會動搖國本 尤其張爾華沒有爆料之前 還有什麼了不起的事 讓他動搖國本 不會 像比如說他們有時候 在陽明山的家裡面 會請比如說那小圓桌 一桌只坐六個人 一二三十五六 六個人 他會請站起來 就是美國大使館 副館長那些 我都去過啊 那個包括後來代理的 那個叫什麼 Richard Brown 就是普威廉 他做過這邊的副館長 他就常常在陽明山家裡面請客 我認識很多國民黨大佬 都在他家 包括楊熙坤 因為他們會請這種 不時請一桌 都是政治人物 那請在那邊 有時候是分三小桌 我記得我有一次 好像跟高玉樹同桌 就是說那種場合很多 那我為什麼說 他們有我們每個人的檔案 因為你們常常在那邊 曝光這些公眾人物 他通通也有檔案 他不會拿來給你看 所以怎麼樣 我們以後如果 我們以後也會在上面嗎 對 就是沒有誘啊 因為聲音很確定 沒有誘啊 是路上來 好 可是你說每一次事件發生以後 接下來會產生的很多的影響 這件事是一個 那 吳奎 去參加那個 泡水節那件事情 很快 其實吳奎馬上就 當然他也是用 比較幽默玩笑的方式 以後就可以施生了 對 以後就可以施生了 或什麼那些 這整件事情 後面就不會一波當尚了吧 也不會被拿出來 在點名批判或什麼事情 會不會被K 當然會啊 他就成為一個歷史記錄了 就是update 增加一個項目 就是誰曾經什麼什麼 穿緊鞋走哪裡 或什麼 他曾經講過的失言錄 然後再加上這些 全部都會成為一個檔案 那你說吳奎義的反應快不快 他第二天是閉口不講話 然後但是後來出現的時候 他就趕快說道歉啦 開個玩笑幽默一下 但是重點是 那個印象已經造成 你看媒體這樣噼哩啪啦的 每天特稿這樣子 都罵吸罵的 印象已經造成了啦 所以我會覺得說 扣分也就扣了 他也不要再想說 可以從機制的幽默反應當中 再搬回一層 搬不回來 這件事不要管他了 要加分到其他地方去加 你還是另屁戰場 對 反正扣分就已經扣了啦 OK 文哲哥 這個是過去好語錄 好語錄你看嘛 就是剛剛提到說吳奪義 將來我相信一定會出現 吳語錄嗎